早安,我是Shor,今天有两个消息,第一个就是 关于下星期五的发布会,也就是香港时间12月1日凌晨4点半开始的发布会 除了3.23的发布会外,也会谈谈关于POE2的事情,这次的牙膏就与POE2有关 首先先让大家看了这条非常短的影片,然后再慢慢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条影片就是这么长 一开始你见到这个角色就是Mercenaries,即是雇佣兵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肯定呢?就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手上拿着的武器,有一把Crossbow,老 在2-3年的XRCon,我们见过Uncut Skill Gem的界面 在里面有展示过Mercenaries,他的icon就是一个老公和箭袋 这个正正吻合了他现在这个角色使用 而第二个证据就是一开始他说的那句 这个角色是看金钱看得很重要的,在我们见过的12个角色里面 就只有Mercenaries和钱等好像是最有关系的 在他说这一句之前,他就说这个地方已经被围棄了20年了 如果你看到建筑物和地形,就有点像X-3或者F-8的地形 然后当他使用第一招技能的时候,他就由手上那把老公切换了 做背脊上背着的那把类似散弹枪的武器 在这里就补充多一点,在2023年的XRCon里面 他们就提及到,在PoE2里面 你可以设定每一招技能用哪一把武器去使用 是什么呢?当你使用那招技能,角色就会自动切换武器 在XRCon的这段示范里面,他就电技和兵技 就是用两把不同的杖去使用的 你就可以见到,设定完之后,他每一次用电童兵技 他都需要用适合那一支杖才使用的 但这个切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动作,不是即时的 自动切换武器,除了可以使用那把武器才使用的技能之外 也会直接帮你自动切换不同的天赋数 在PoE2里面,任务给你的天赋点数或者被动点数 是可以给你设定多过一把武器的 以片中为例,他就设定了 当他使用第一把武器的时候,就会使用 跟兵有关的天赋点数 而用第二把武器的时候,就会使用 跟燃有关的天赋点数 然后他就手动切换武器 示范给我们看天赋数是会懂得 自动根据利用哪一把武器转换点数 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看回刚刚我们一路讲的那一条片 在这里,你看到他切换了散弹枪之后,就使用了一招技能 这招散弹枪的技能,他就有穿透的 你就可以看到,站在后面被挡住的敌人也被他打中了 穿透效果也不排除是辅助保释给他的效果 而不是本身技能的效果 当狗接近他的时候,他就用了一个翻滚的动作 去避开攻击,然后切换做脑弓 之后就用一招类似Barrage 即是弹幕的技能 这招技能在画面里看到有chain 亦即是连锁 到底这招技能本身自带连锁 还是因为这招技本身是一个辅助令到他懂得连锁 那就要等到发布会那天我们才知道 然后影片就显示POE2的logo和发布会的日期 而下一个消息就是他们在这个周末开始 一直到香港时间11月28日下午4点为止 他们举办着Thanksgiving的特购 你也可以当是Black Friday的特购 这样大量的货品都有减价 除此之外,以往的补箱 亦都在这段时间里再次发售 以上就是今天的消息 不知道你们本身知不知道POE2 有这个武器和天赋树切换系统呢? 和刚刚那些就是我看到的 会不会我漏了些什么呢? 不妨就在留言告诉我 如果有兴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记得进我们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里面 加入这个斜Global 852 Korean的这个Channel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就这样吧,拜拜